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用来降低我们的车速道 减速带一般是设置在小区 学校 商场等门口的 或者是下坡路段 减速带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高速路上减速带高出路面的高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主要的目的也是在提醒驾驶者减速的 在城市路段减速带就来真的了 高出路面不少 如果不减速的话 就通过减速带将会对车辆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在过这些城市路面减速带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踩着刹车过去 其实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全对的 因为踩刹车时车头会下压 前悬挂会受力 此时如果再过减速带就是力上加力了 踩刹车过减速带也算是变相的毁车了 有些人投机取小 利用减速带不够长在马路边蹭过去 其实这样的做法比踩刹车过减速带还要大一些 往往会对一边的悬架造成更大的伤害 还有些人天不怕地不怕 减速带是什么不存在的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减速 可能是家里有矿吧 无论是踩刹车还是横冲直撞过减速带 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过减速带最好的做法就是提前减速 缓慢过时 据实验表明以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使过减速带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并且颠簸感也是比较小的 希望大家别再想些歪点子取巧过减速带了 不要偷气不成十把米啊